我想對我講這個叫草房 我在草房那是有其他的一個計劃 那買了 然後持續的在一段時間 我決定不去高雄之後就想把它售出 只是一直在住屋上有時候忙什麼 那我委託的人大概也就是 高雄以前房子也不好賣 就是這樣子放著 10年我買了大概從預售物到現在也是 10年11年了吧 草房沒有這樣子在草房的 講草房真的是抹黑 市長你會知道這個選舉的行程 這些賣給大家做一些的操作嗎 沒有賣出 就持續就是 持續就是委託仲介在賣 就是這樣子而已 長期以來大概從我決定 大概105年106 105年左右吧 就決定大概去高雄 大概可能性不大了 就委託 有時候是我親友幫我賣 那有時候賣一陣子 有時候就給仲介賣 並不是已經這段時間刻意 只有這段時間拿出來賣 是長期的在委託仲介在賣 因為我的負債也比較高 我也想急著把它賣掉 市長剛才講到國民黨他就有質疑說 您疑似有財產申報不實的問題 他說是不是將這個非自用宅申報為自用住宅 另外國民黨他也質疑 你說就是跟妻子的債務怎麼一年半內就還了一千四百八十萬 覺得這個速度不太準 5年多 將近6年 我有薪水 我太太也有收入 然後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他說有財產申報不實的問題 自用住宅 自用住宅大家都申報過 你可能有一戶是自用住宅 你有兩戶 可能是一戶是自用住宅 另外一戶就不是 那一個自由選擇 大家一般來講都會選擇價高的 當作自用住宅 我相信有申報的人都知道這樣的一個原則了 我還是要呼籲這樣的抹黑真的是可以辭了 那是一場一個奠義一個慈善的餐會 那對方的主辦的單位希望就給他們鼓勵一下 那我就去致辭 致意後就走了 至於在桌上那邊有什麼人 其實我真的是不清楚 老師怎麼看說就是總統今天是第十三度幫您站臺 然後昨天也下達中原令決議到 對 非常謝謝總統 對我的信心 那我當然要努力以赴 不要辜負總統對我的期待 那我相信總統這個角度 出發點幫助我站臺 是為了要讓臺北能夠有更多的改善 希望臺北未來首長能夠跟中央能夠合作的更好 讓臺灣能夠進步的更快 部長 因為昨天你的助長 就是不要走開掌網絡 薛瑞的助長 你不是有說話說 現在的 其實大家都在聽聽 是因為你擋了很多人的 我沒有 當然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有一些採購疫苗的時候 有一些不合程序的 那有些人也許因為這樣子覺得有一些不滿 不過我們就一切都是依法來行事 那有關於這個疫苗採購或疫苗的合約需要保密的 大家今天也看到這兩天看到WHO現在正在協商 希望未來 希望是未來 未來的合約的保密範圍能夠縮小 這是WHO現在來講的 可見原來的全世界的合約都是在保密的 沒有保密的都是違規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說保密範圍變小一點 那我們可以盡早把相關的合約公佈出來 部長在選舉的時候 有說不知大家18歲公平的選票出來投票 但是像部長的經濟出場傳出說 他們覺得18歲就可以選舉 但是不知大家公平去投票 你怎麼看你有對情感 第一我不知道這個訊息是否屬實 那不過以客觀的情況來看 最明顯大概就是應該是辯論的 那一場 那一場應該是全國都矚目的嘛 那我也花了一點點的時間來 希望呼籲大家能夠投票18歲公平權 那兩位對手也都一句話都沒有講 其實他跟在尤其是 應該是蔣委員在後面講的時候 或者在後面在結辯的時候 都可以運用一點機會來呼籲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黨派的問題 18歲已經相當成熟 那最主要的意義在於就是說 即早能夠投票 那他就會對社會相對的 責任感就會變大 這不只有他的一個權力而已 也會增加我們年輕人 對於國家社會的責任感 那越多人對國家社會有責任感 這個社會一定會進步的越快 我們是支持18歲的公平權 是希望支持台灣的民主 能夠更進步 更精進 副總 你再最後問一下 就是關於昨天那個炒房的聲明 靖總這邊有提到說 蔣萬安姐姐有賣這個大安區的豪宅 只有8年賺了9千萬 副總 其實現在對手覺得說 為什麼要把人家姐姐說 這我就不是很清楚 那靖總大概都有一些相關 因為這好像也是一個公開的訊息吧 我大概 但是我對這不是很清楚 應該是一個公開的訊息 那靖總可能拿出來做一個比較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